Hello 今天帶大家參觀一下由EC House成功配對的單位 單位位於大埔布森排村 是一個七八尺的村屋單位 運用了現代工業風 如果你都想你的裝塑設計 可以由周在摩登和復古之間 記得跟我看下去啦 還有如果你擔心裝修會遇到以上這些問題 不用怕 找我們EC House幫你做裝修配對啦 客廳運用了多元的材質去突顯工業風的粗礦格調 而我身後面這個位置就是做了水泥電視特色背牆 而且它還是暗門設計 打開它就會見到兩間書房 工業風裝修會運用不同的材質去增加設計質感 運用暗門設計可以突出水泥牆的特色 同時間不會被大門設計搶出焦點 令設計更加整齊統一 而另一邊牆身就做了一個經典的紅磚牆 牆上面亦有一個深色的展示櫃 透過傢俬去營造出現代風的線條 現代工業風都好講求創意和實際的融合 除了深木色的書櫃 簡約的藝術品就好像這張油畫一樣 都可以提升屋主的生活格調 客廳的左手邊做了一個開放式的廚房 做了巴桌設計 配襯一盞黑色玻璃的蛇燈 給人一種高級酒吧的感覺 現代工業風經常會運用到裝飾設計 就好像廚房這裡這樣 運用了一種優雅的麥綠色 和原始感十足的原木色 啡襯綠是一組很好的對比式 就好像樹葉和樹幹一樣天生一對 呈現出視覺衝擊的色彩效果 除此之外 為了提供足夠的儲存空間 設計師做了湖水綠色的儲相櫃 配襯木質的儲客櫃 值得一提的是巴桌高度適中 可以被客人坐得舒服 同時間預留洗衣機和雪櫃的位置 現在就帶大家看一下左手邊的書房了 同樣運用了麥綠色作為主色調 配合屋主沉穩的性格 書房是一個很私隱的空間 設計師除了要考慮收納量 亦都要保留寬闊的活動空間 讓護主做事的時間 就算做到累都可以起身動動一下 所以書房三邊都做了收納空間 而我身後面這個位置做了一個錯落式的書架 這種設計會令平平無奇的價格帶來一點驚喜 另一間房間的設計同樣吸引 運用了代表寧靜的藍色左盒櫃連書桌 在幾何櫃上加入圓木框架 可以點綴空間的設計 雖然整間房都做了不同的收納空間 但是因為運用了不同的材質 所以令到整間房沒有那麼有壓迫感 設計師善用無一吋的空間 在走廊位置這裡做了一個鞋櫃 而主人房方面顏色就比較樸素一些 利用低彩度的顏色 可以增加家居舒適感 營造出自然和諧的空間 幫助都市人放鬆心情 而主人房就沿用以前的設計 由一個地台床和到頂的衣櫃 營造出另一個空間感覺 而浴室方面運用了經典的黑白花磚 配上當代流行顏色 不單止設計大膽 換美感十足 大大提升生活的美感 如果你們都喜歡現代工業方 記得在下面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這段影片記得like and subscribe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的配對專員不會幫你分析補價 當你選好公司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還會陪你一齊見證簽約 確保你是明白合約的內容 並且同意才會簽約 在工程開始之後 我們的配對專員都會定時上到你的單位 幫你視察工程進度 確保工程進度良好 一般全屋裝修需要三個月左右的時間 在工程期間 如果你有任何裝修上面的問題 都可以問我們的配對專員 Easyhouse 贏你裝修設計 安枕無憂 而且我們Easyhouse 整個服務都是免費 完全沒有額外收費的 我想放上牆 但這個怎樣裝上去 咦? 為何不是香港插頭? 那怎樣用? 咦? 塞了? 糟糕 瓷盆的玻璃膠發霉 怎麼辦? 再加一點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